生气时,别说话,因为你一张嘴,说的都是伤人的话,只能让事情愈演愈烈。 生气时,别说话,因为那一瞬间,所有的理智都被情绪控制, 冲口而出的话,多半都不是本意,很容易让矛盾加深复杂。 生气时,别说话,其话说出来,说不回去,脾气撒出来,无法挽回。 情绪之下的解释,就像一团乱麻,因为用力太大,不但不会把疙瘩解开,反而越来越乱。 生气时,别说话,生气时谁都不舒服,说出来的话都是狠话,本来没有啥事, 很容易把小事放大,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 即便对方因为你的脾气低头,也未必是诚心诚意。 生气时,能不能别说话,让自己安静地想一下,到底是谁的错,到底值不值得。 有些人,你和他争论,他抢词夺理,说多少都白搭。 有些人,本和你亲近,你乱发脾气,反而远了关系。 生气时,隐忍一下,别让坏情绪影响更多的人。 生气时做的决定,一般都是错的。 生气时说出的话,一般都会伤人。 生气时做出举动,一般都很愚蠢。 生气时,问问你自己,对方重要吗? 如若无足轻重,没必要为他伤心费神。 如若十分重要,就不要和他相互指责。 有时慢慢说,大事能化小,彼此包容下,小事能化了。 人在生气的时候,我们很难去顾忌他人的情绪。 每个人着眼自己的委屈,越是争吵,越是偏激。 不如先把这个坎麦过去,等心平气和的时候,再解决问题。 生气时,别说话,为了你,为了他。